這個做完的畫面我會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最後完成的程式也會放在這邊 那你也可以參考 那我最後再把那個最後的重點再把它講完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那當然我們最後要完成 就是把表單的名稱重新命名 然後呢當它啟動的時候 能夠放這個之外 那怎麼按一下按鈕的時候呢 它可以自動幫我偵測到哪一列 很簡單嘛 我剛剛講過 你就把什麼呢 剛剛這一行有沒有 還記得吧 Range A4的最後一列 加1之後有沒有 丟給一個R 這個R是一個變數 我們自己定義出來 不一定叫R啦 你可以叫其他名稱 那以後的話呢 ABC 就是這些 這幾欄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放的資料在哪裡呢 放的資料在 假設是 A到H 所以我這邊的話 假設我要放在的是這個位置 那我就直接給什麼呢 給那個A到H的程式 撰寫方法的話 我剛剛有之前有講過 A到H的話 就是有沒有 R指的是哪一列 A的話呢 指的是A欄 放什麼東西呢 放的就是說 我自己的上面那一列 加1 上面那一列叫什麼 R-1嘛 這個是列嘛 就是指的是R-1列 一樣在A欄 加1之後 幫我放到A欄裡面去 OK 第二個是把田的姓名部分 放在姓名 就是出生年月日 血型 那最後的話 有一個一欄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手機號碼有沒有 那實際上手機號碼 你乾脆順便幫它完成算了 那怎麼順便完成呢 因為我們在 自訂函數裡面也叫手機 那其實這個自訂函數 不是只有在這個地方可以用喔 在VBA裡面呢也可以用 一樣給三個參數 就是說你把那個 剛剛那個名稱 那個自訂函數叫手機嘛 你錢掛